这个老头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 浑然不知身后有一只正在进食的丧尸 直到屋里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喊他 老头这才从美梦中醒过来 屋里的人提醒他不要发出声音 会吸引身后的丧尸 但老头的听力似乎不是很好啊 而此时的丧尸已经注意到了老头 屋里的人则是焦急万分 可老头依然不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 于是准备靠近一点 老头害怕急了 以每秒80迈的速度一路狂奔 可丧尸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 几乎和他不相上下 老头很快就感到体力不支 被追上是迟早的事 关键时刻 屋里的老伙伴们及时出手 给老头送来了一辆跑车 老头果断上车 最终 在几个老伙伴的帮助下 他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屋里 丧尸为什么会出现在养老院呢 故事还要从早上开始说 一个施工队在工地挖出一座古墓 两个老六走近一看 心想这下发大惨了 里面肯定有值钱的宝贝 可等他们进入古墓 却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白骨 其中一个工人预感到不对劲 一个古墓竟然有这么多尸体 这肯定有问题啊 然而同事却不以为然 还拿起一颗头骨完了起来 殊不知身后有一只丧尸正在靠近 就这样 丧尸病毒在工地迅速蔓延 而在工地的旁边 就是一座即将被拆迁的养老院 院长为此头疼不已 因为养老院一旦被拆迁 那就意味着几十个老人将无家可归 院长的两个养子每天都会给养老院的老人们送饭 当他们得知拆迁的事情后 为了帮助院长夺回养老院 两人决定去抢银行 说干就干 他们召集了曾经最好的玩伴 有会开锁的阿珍 技术宅男小胖 贩卖地下军火的小黑 据说小黑以前是个军人 在战场的时候因为头部受伤 脑袋里安装了一块坚硬的铁片 很快他们开着面包车来到银行门口 伪装成建筑工人进入银行 由于第一次抢银行没什么经验 几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下手 就在这时银行经理走了出来 问他们是不是来取钱的 几人顿时一脸懵逼 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下来 随后跟着经理便来到了屋里 原来在早上的时候 经理跟建筑公司的人约好过来取工程款 误以为他们是建筑公司派来的人 但经过简单的询问后 经理开始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就按下了报警按钮 小黑见状直接不装了 亮出了腰间的家伙 逼迫经理来到金库 看着摆放整齐的现金 没见过这么多钱的几人瞬间傻眼 可当他们拿着钱 兴高采烈地准备离开 却发现警察早已等候多时 小黑二话不说就开启了喷子模式 几人也被迫退回银行 他们劫持了两个人质准备出去谈判 可等他们再次来到外面 却发现街上变得一片狼藉 懵逼的几人当场懵逼 不远处还有几只丧尸在游荡 几人意识到不妙 于是果断带着人质逃离了现场 与此同时 丧尸冲进了养老院 不明所以的护工上前询问 结果当场被咬 老人们见状迅速撤离 院长则在后面掩护 他曾经是一名军员 一套组合拳就解决一只丧尸 然后带着一旁的老太太一起逃离 他们本想从后门离开 却发现这里也布满了丧尸 狮群包围了整个养老院 他们只能躲在厨房 关上所有门窗等待救援 而在另一边 满载而归的几人来到一座工厂 他们刚下车 就看见一只丧尸正朝这边走来 暴躁的小黑上去就是一喷子 但他却不知道丧尸应该抱头 结果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阿珍看不下去了 从小黑的手里接过喷子 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丧尸 可下一秒 转角处又出现一只 手里还推着婴儿车 小黑果断将丧尸送走 然后抱起婴儿车里面的宝宝 看来暴躁的小黑心里也有温柔的一面 然而这可不是普通宝宝 随后几人进入工厂的内部 而小黑因为被咬 身体开始出现异样 他害怕几人拿着钱抛下他 于是就抢走了小帅的车钥匙 还要求单独看管两名人质 小帅早就察觉小黑的样子有点不对劲 可能随时都会变异 但是他的手里有喷子 几人也不敢去招惹他 小黑把人质带到了另一边 并且把两人绑在了柱子上 躺在沙发上的他逐渐失去意识 就在两人想趁机挣脱束缚时 小黑却站了起来 显然他已经彻底变异 眼看小黑正朝这边走过来 两个人只害怕极了 好在柱子暂时挡住了他 其他人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小帅急忙拉开小黑 果断朝他的脑袋开枪 可小黑的头上装有铁片 子弹根本毫无作用 甚至还会反弹 阿伟尝试几次无果后 小帅直接掏出地瓜 塞在了小黑的嘴里 混乱中 男人志趁机拿起枪准备反抗 可下一秒 他的身后就出现几只丧尸 不信邪的男人志被当场撕碎 临死之前还一枪带走了小胖 几人伤心几秒钟后 准备起身前往养老院 小帅也不再为难女人志 跟他说明了抢银行的原因 还递给他一把枪 现在他可以自己离开 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外面这么危险 女人当然选择抱团取暖 阿伟在小黑的身上拿到车钥匙后 几人便开着武器冲出了厂房 他们先是来到人志的家里 因为金发妹想确认家人是否安全 可等他来到楼上 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 看来是凶多吉少 他们只好继续上路 然而就在这时 外面的街道上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只见阿根廷和葡萄牙的球迷 即使变成丧尸 也不忘支持他们喜欢的球队 两方打得不可开交 几人健壮 果断趁机开车溜走 随后他们来到小黑的老巢 带走了很多武器 考虑到养老院里有很多老人 于是又换了一辆双层大巴 开着这辆大巴车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养老院 可门口布满了丧尸 金发妹负责开车将尸群引开 其他人从天台潜入养老院 干掉几只丧尸后 他们打开了天窗 院长刚好就守在窗口 看到是两个养子来救他们了 便让他们先进去再做打算 因为有些老人的腿脚不方便 他们无法从天窗逃走 然而阿伟早有准备 只见他把袋子往桌子上一扔 所有老人都挑好心仪的武器后 三人拉开卷闸门 潮尸群丢了一颗地瓜 一声猛烈的爆炸过后 门口的丧尸基本被清理干净 所有人立刻冲出来一顿突突突突突突 解决了剩下的丧尸 他们来到外面 而此时的金发妹也刚好绕了回来 但这里还是有很多丧尸 其他人开枪掩护 等到老人都上车后 便立即开车离开了这里 可没开多久 大巴就出现故障 他们只能选择徒步 前往附近的码头 而身后的尸群也紧追不舍 他们边打边走 最终安全到达码头 这里刚好有一辆游艇 小帅和阿伟拖住丧尸 老人们趁机上船 所有人都登上游艇后 引擎也随即发动 可刚准备起航 他们却发现绑住游艇的铁链没有松开 情急之下 院长挺身而出 虽然成功解开了铁链 但是院长也被尸群淹没 三人刚跳过去准备营救 下一秒奇迹发生了 院长果然老当一撞 一梭子就突出了重重包围 他们一起开枪 将剩下的丧尸也全都解决 几人再次回到船上 开着游艇逃离了伦敦 院长的表现获得了老太的方形 阿伟也找到了真爱 天空中划过无数直升机 相信危机很快就会结束